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军队对付要求民主权力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 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因为反对暴力镇压被剥夺了权力 而当时时任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鲍彤先生 更是在这之前就被秘密的逮捕 成为了当时被关进秦城监狱的中共级别最高的人士 鲍彤先生重点谈到了邓小平是六四镇压的最高统帅的观点 他说整个六四就是有预谋的 这个预谋者就是邓小平 是有领导的 这个镇压的领导人就是邓小平 是有计划的 长期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者就是邓小平 是有组织的 把几十万军队调到北京来 不可能是没有组织的 而这个组织者就是邓小平 不过他还表示可能杨尚坤是他的助手 所以六四是邓小平决定的一个重大决策 而他也是这个重大决策的领导者 组织者 计划者和实施者 也就是最高的统帅 鲍彤还解释了 为什么邓小平退出中共政治局之后 仍然执掌着中共决策人的地位的历史由来 他说邓小平亲自对赵紫阳说 全世界看中国稳不稳定 就是看他稳不稳定 因为鲍彤曾经根据赵紫阳的要求 为中共十三大一中全会起草了第一个决定 也就是最重要的问题要由邓小平来做决定 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 一直执行这一决议 而曾经一直支持赵紫阳改革路线的邓小平 由于对允许学生纪念胡耀邦不满等原因 不再信任赵紫阳 对于赵紫阳反问朝鲜期间 曾经做出同意邓小平意见的这一点 鲍彤先生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他说根据十三大的决定 邓小平有最后的决策权 因此赵紫阳也必须写同意邓小平 而有关赵紫阳在接待戈尔巴乔夫时将邓小平抛出的说法 鲍彤先生则给予了反驳 他说他觉得赵紫阳必须表这个态 不表这个态就违反了党的十三大的决议 因为十三大以后赵紫阳凡是接见外国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要讲这个话 因为当时邓小平讲的是全世界看中国稳定不稳定 就是看他的地位稳定不稳定 因此十三大决定是要跟所有人说的 要跟全世界讲的 要让全世界知道 如果不说赵紫阳就是失职 就是没有把十三大放在眼里 就是企图把自己当做最高领导人 因此赵紫阳在见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的时候 都要讲这个事情 为了实现邓小平的目的和动机 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 邓小平在中国的地位不变 因此中国是稳定的 好 再来看一篇发表在美国之音当中的 六四三十周年纪 亲历者谈血腥镇压与中国的崛起 1989年6月3号晚上到6月4号凌晨 北京发生了军队动用坦克机枪来镇压示威者的惨案 伤亡惨重 史称六四事件 枪响之后 随之而来的通缉令和残酷的政治现实 迫使一些学生领袖和被当局认为 是六四民运幕后黑手的知识分子流亡海外 其中就有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所长 严家祺 严家祺认为中国今天的高速发展并不是什么新现实 他说中国今天发展的是 其他国家早就有类似的现象了 早在1979年就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严家祺 进一步的批评了习近平 说六四不恢复真相 中国就没有正义 他说习近平企图恢复到毛泽东时代 是一条自询灭亡的道路 是明目张胆的违反了中国的宪法 中国又怎么可能建立法治呢 而八九学运的领袖王丹博士 如今也是主办智库的学者 他也谈到了六四镇压和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他说1989年镇压之后 在李鹏的主导下 整个政治经济发展确实有向后倒退的趋势 邓小平的南巡也确实扭转了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向 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路线 六四镇压之后 在通缉名单上排名第一的王丹说 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巡 中国不是会回到文革或改革前的问题 而是政权还能不能够维持下去的问题 邓小平的南巡现在被解读为所谓的坚持改革开放 并得到了正面的评价是错误的 事实上邓小平更在乎的不是改革开放 而是政权的稳定 他经历过文革 深深的知道六四失去合法性之后 经济如果崩盘 人民的不满会再度的爆发出来 而1976年民运和1989年民运 也就是89民运的积极参与者 王军涛先生 当时他正是研究社会的学者和新闻工作者 但是六四镇压之后 他被打成了六四动乱的黑手 遭到了通缉 于1990年被捕 之后被判刑13年 1994年被从监狱直接流放到了美国 到现在已经是25年了 他说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六四镇压的结果 因为六四之前 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发展速度 并没有显著的差别 但人们分享发展的果实和机会 在这两个时期有很大的差异 他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 来自于经济改革带来的动力 这个速度自70年代末就开始了 1989年镇压曾带来两年的减速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又重启了高速 1989年之后的发展速度 并不高于1989年之前的速度 而电视片和商的总编稿苏小康 在谈到他的六四三十周年的观感 以及六四和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时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代价太大了 苏小康说中国经济起飞的最大秘诀 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这个优势 这是一个六四的红利 他认为1992年开始的中国市场化 是撇开了所有制的改革 先用国家权力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 农村则是宣布土地公有之后 任凭公开的瓜分 直接的就是圈地运动 苏小康说 这一切国家暴力的干涉 都需要一个政治前提 那就是六四屠杀所提供的 所以六四不能翻案 乃是中共的底线 苏小康说 中国所谓的经济起飞对于中国自身是摧毁性的 它在价值和生态两个层面 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而坊间也有直接了当的表达方式 就是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 环境代价今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大半个中国沉沦于重度的雾霾 中共为了挽救他们的江山 不惜毁掉中华民族的江山 土地空气江河通通污染了 中国人的癌症并发力急剧的上升 民间更是哀痛 国在山河破 而1989年参加了天安门运动的机器分子 李恒青 如今是美国的经济学者 他在六四三十周年之际表示说 六四屠杀是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道路上 无法忘记的创伤 是中国历史的伤口 执政当局用机枪和坦克 杀戮了手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 不仅累积了仇恨 也使中共背上了更沉重的血债 李恒青说 然而六四屠杀在中共官员的心中 却筑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天安门 那就是有反对的声音 就坚决的镇压 这才是六四三十周年之后的红色恐怖 暴力维稳 官员们一面的追求GDP的数字 一面的强化维稳的体系 搞得没人敢提意见 为长官意志是从 这才会有中国经济的野蛮发展 掠夺性的开发自然资源 污染了大地河流和空气 制造出了无法消化的过剩的产能 和贫富差距极端化的仇恨等等 他说当下的中国是一个畸形的社会 这也正是六四屠杀带来的恶果 而在六四三十周年之际 身在北京的前中共政治局的常委秘书 鲍童也发表了感言 他在给香港民主派集会一份书面的发言稿当中说 六四不是过去的噩梦 而是一系列现实的存在 一个大天安门事件和其后千千万万个小天安门事件的总和 他说中国人民的集体维权行动 几乎没有不遭国家暴力镇压的 公民的生命权 财产权 自由权 信仰权 言论权 集会 结社自由权和游行示威权 都被党国给没收了 他在六四三十周年之际发表书面的感言说 中共的一手是六四镇压一己 坦克加冲锋枪 另一手是自己人发大财 如今听党话跟党走 融会贯通了邓小平当年四项基本原则的全部 这本是毛泽东的初心 问题是毛泽东做不到 喂胡萝卜 当然远不如让他们发大财 让社会财富潮水般的朝自己人转移 中共认为两手铁硬天下归心 而有关于到底是不是军事政变导致的六四镇压 我们也来听一听过来人的评说 六四三十周年之际 加拿大的教授吴国光日前在台北的一场有关六四的研讨会当中 发表讲话说 1989年六四前夕 中共内部曾发生了一场由邓小平受益的军事政变 断绝走向民主化的道路 他说邓小平联合数位当年的元老用江泽民撤换赵紫阳 调动军队镇压学生的这种说法一直就有 也被各方的文件书籍和当事者的记录所证实 他说邓小平当时已经没有了政府职务 但是仍然是军委主席 有权调动军队 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 赵紫阳是总书记应该代表党 邓小平和几位元老没有经过党中央的全会 就私下开会拿下了赵紫阳 而政变的说法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所以有理论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吴国光的理论也不道理 而不久前去世的中共老干部李锐的女儿李南央 在报道当中也援引爆童的话说 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由他个人来决定的 由他自己来发动的一次 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政变 李南央还说六四就是一场政变 邓小平个人的谋划 矛头针对的就是赵紫阳 而当年参加了学运全过程 并在最后时刻撤离天安门的学生 现在旅居美国的作家吴作来说 邓小平从华国锋那里夺权 但是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治权利的剥夺 是收权 他说因为总书记的权利 本来就是邓小平这位军事首长赋予的 因为不满他们的作为 所以就收回权利 从中共内部的体制来说 他仍然是一次政变 因为只符合中共的前规则 并不符合中共的政治公开规则 邓小平在八九民运期间 是在家中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的 他拥有最终的决策权 在动用军事力量时 并没有让国家军事最高领导人赵紫阳 行使其合法的表决权 但是三十多年不得回中国的自由派学者胡平说 从外部的形式上来看 六四镇压不是政变的结果 他说从已知的材料上来看 宣布戒严是得到了当局多数同意的 赵紫阳拒绝执行提出辞职 也就是说从形式上来看 戒严令的颁布和赵的辞职 都很难说是政变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梁骏说事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的梁骏说事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jinnews.com 推特atminjinnews 脸书facebook.com